下午好我是夏师 欢迎收看4月1号的百格五报 昨天传出消息说西蒙在来接大选 可能将统一使用公正党的党旗上阵 不过根据新旧日报叹息 行动党不认同这个做法 并认为行动党的标志 对该党支持者来说 是非常深刻的黄金招牌 一旦换成其他政党标志参选 可能会让人感觉怪怪的 无论如何 行动党领导层 陈国伟及陆丈夫都一致表示 行动党至今都还没有针对 西蒙在大选中使用的标志可提之 做出任何决定 另一方面 因为文件不完整而面临解散的土团党 成功敢在期限内 也就是上周四 成交给社团注册局所要求的所有文件 有关文件是由土团党秘书处负责人 苏海敏亲自前往部城 成交 国家银行提醒 如果刷卡消费时 发现单据上多付了一笔附加费 可以透过国行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 B&M买令做出投诉 以让供应刷卡服务的银行 可以采取行动 要求商家停止向消费者征收附加费 国行说 商家也禁止设定最低购买价格 才可以使用信用卡或扣账付费 因为这不符合国际信用卡规范 例如威士卡和万事打卡 无论如何 国家银行强调并不百分百保证 做出投诉的消费者 可以取回已经支付的附加费退款 如果想下寻任何详情或疑问 可以拨打国行专线或电邮国行官网 来看最后的新闻 中国警方在大马警方的协助下 成功捣破一个藏身在吉隆坡及槟城的跨国卖淫集团 有349名义贩被逮捕 这个庞大的卖淫集团分别遥控广州深圳和湖南长沙的卖淫活动 光是2017年的营业额就高达1亿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这个跨国卖淫集团靠微信平台做交易 而幕后经营者一直藏身大马 一站式服务的分工也非常完整领确 包括从财务执行招募到调配卖淫女子的中房 随后还聘请大马人用护照开办银行库头和电话号码 注册微信绑定银行卡再转账 去年连尾深圳市公安局人员在大马蹲点守候40多天后 将主犯李某及其他嫌犯拘捕 同时冻结涉案资金及财务 合计3000多万元的人民币 对于警方这次跨国抓人 主犯深感意外 因为他之前一直以为 在境外组织卖淫更加安全 不会受到当局的打击 今天下午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